想要減肥呢 最重要的就是要提升代謝率 那中醫在講肥胖 這個肥胖 比較多的都是痰濕體質 這個痰氣它多了以後 它就會跑到身體各個地方去 最明顯的是皮下脂肪 那所以我的概念是不是應該是說 吃哪些食物 比較不會讓我們的脾胃產生痰 可以 或者說我們可以去加速 我們的痰的一些代謝 還有像我們現代人常喝的 對 這個也是燃脂很好的一個食物 在中醫的部分有沒有什麼茶飲 是可以幫助我們提升代謝的 我們可以去選擇像是 你自己的那個提升代謝的方法 你是怎麼做的呢 第一 我們還是要先讓自己不要太晚睡 不能晚睡 對 從小我就是靠睡覺減重 真的 短時間內高強度的間歇訓練 就是這個塔巴塔 它非常適合就是說 你沒有時間運動的人 對 太陽靜 也不珍妙 我們還是要用 想看